今天来到深圳霸光的岩造古村 这个村子以前是被忽略的一个村子 现在因为霸光这边在搞生物开发 所以这边整个绿化周边的环境配套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那我们现在带大家进来这个村子里面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掌管 我们走进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沙盘 那这个沙盘描绘的就是整个霸光这边的 目前的一个开发的概括 这里还有一个蓝室宗祠 进来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一些这个宗祠重修 这个蓝室宗祠的这个广东分会的捐款的名单 这里面有一个天井 我们看这个房子这个跟我们老家其实差不多 都是这种结构中间带一个天井 类似四合院的这种形式 这里还有一个掌管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里是讲关于广东客家人的一些迁徙的历程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图签的路线 它前后是分了五次 我们看到第一次是从西晋八王之乱开始 第二次是到了唐朝时期的安始之乱 第三次就北宋年间 第四次就到了清朝时期 第五次最后一次就到了清朝末年 包括这里还有一个地图 当时的大迁徙的路线 这里就是讲述关于炎造村民的由来 这边有一个介绍篇 当时这个村子也是因为 主要是靠养炎来作为生计的 后面也是大力的发展的这种炎业 所以顾名思义这个村子的名字 就是这么由来的 这个我们都听过烟猪烟人 但是应该还是第一次听说烟鸡 我们来看一下 这烟鸡距今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都是一些工具 好 这个就是炎造古村的一个外观 那我们看到今天下午的天气也不错 比较凉爽 那整个一圈走下来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 就是非常放松 非常轻松 这个村子的感觉 也是给我们一种非常放松的 这么样的一个环境吧 然后可以边走边逛一逛 这个每一个小房子里面的一些掌管 可以了解一下炎造古村 它的一个由来 包括它的历史背景 以及很多客家人当年 从北方怎么去迁徙到南方的 都是值得去了解一下 其实你要 很多人应该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 因为原来在八广生物股没有开发之前 这个地方是属于荒汇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当地政府也是为了能够传播这种 打造文旅项目 把这个村子也是当做一个历史文化遗产 所以整个这个环境还是修饰的非常好 那这个村子逛完之后呢 还可以去到后面还有一个红树林度假区 一个公园 那边呢就是比较原生态 可以在那边去欣赏一些自然风光 这里又有一个掌管 这个掌管好像刚刚还没有进来 给大家进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描绘了这个红树林这边的一些鸟类 各种各样的栖息在这边的一些鸟类 白鹿 好 这里我们现在往银树林去看一下 哇 这么多蛇吗 有点吓人呢 好 我们从这里进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走廊 这里应该是走过去可以欣赏这边的云树林的风景 这两棵树就应该是银树了 这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里好多人在这里赶海 现在正是退潮的时候 那边人更多 我看他们赶海捡了这么多东西 还有螃蟹哦 这么大个螃蟹 这个确实会享受生活啊 有点好 有点好